家福基金会在疫情下调查儿哨照照顾议题 发现亲子相处时间平均每天增加7小时 家长育儿与工作压力倍增 51.4%表示亦有负面情绪 53.5%表示亲子冲突增加 亲子关系随着疫情拉警报 心理直商师提供几点 助家长们调节情绪压力 我们通常只会知道自己很生气 或是自己每天待在家里面还是弄得好传 可是在那个底下是不是有一些担心跟害怕 所以其实当家长要调试自己的情绪状态的时候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 决查自己到底怎么了 那再来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沟通跟分工 譬如说跟你的孩子 跟你的先生跟你的伴侣来讨论一下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这个时间我可以做什么事 做什么事等等 那再来是希望鼓励家长们可以 除了跟自己的朋友聊一聊以外 现在线上有很多的支持性的场景 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然后空下来的一个小时 然后让你跟别的人一起 有被支持跟包容的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知名艺人吴凤 也分享防疫期间的亲子互动 供大家参考 最好要做一个plan 要做一个schedule 早上起床 吃早上 online class 然后有可能是 就是开始玩游戏 然后呢 写字 就是写那个英文字 然后呢 吃午餐 夜餐时间 然后呢 游戏时间 看电视的时间 就是他做了一些plan之后呢 我个人发现呢 我们的在家里做起的过程 会变比较稳定的 再加上呢 把外面的运动的体骰 去那个乔业体骰 放到家里 我们在家里 再看着一些 比如说 打开YouTube 一些教练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着教练在运动 这种方式 让孩子在家里里面 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 家福也推动快乐亲子舞步骤 为正向亲子关系 提出简易解方 包括不要生气 深呼吸 十下 闭上眼睛 静心 十分钟打给家福 还有就是小孩报告 抱抱 拥抱孩子 十秒钟 你看就是要大笑 疫情停课 加上暑假 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没有老师协助孩子 学习与生活 家长如果遇到育儿难关 一定要主动寻求帮助 建立健康的亲子相处模式 记者温宇峻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打赏 这击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我们下期再见